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生日准备怎么过 要不要一起啊 不过了 我现在还在医院呢 过毛线生日啊 生日快乐 挺快乐的 默默的 老妈 许个愿吧 许个愿吧 好 好 嗯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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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太厉害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没办法 今晚的主角注定是属于双C的 对了 今天啊我也给大家准备了礼物 平日里呢我作为大家的大管家 时时刻刻关心着你们 赛场上我没有办法替你们披荆斩棘 但是我可以做好一切后勤工作 所以啊为了保证你们后面一切顺利 所有的霉运 厄运 统统都离你们远去 我特意派人帮你们请了 这个 一个衣食住行喜怒哀乐 全方位三百六十度无死角的护身符 来 一人一个 确保你们在总决赛的赛场上大方一彩 来 解了 解了 你们这是什么表情啊 你们自己想想吧 这个联赛一路走来 你们伤的伤 病的病 这个东西呢你们就信则有 不信呢你们就当个护身符 纪念品什么的 戴在身上呗 又不掉块肉 对吧 对了 这可不是俱乐部对你们没有信心啊 我是已经立誓了 要捧回总决赛的冠军奖杯 冲向世界赛 否则我就辞职 他可舍不得 就算是大爸司机也要跟着我们 是吧 是 不过跟大家说句心里话啊 不管这次结果如何 我永远支持大家 不管发生什么事 卖我 我来扛 行吧 给我一个吧 我也要许过也 我看那些网红主播说这东西挺灵的 真的有用吗 你想取什么药啊 我都帮你实现 诚哥 我也有个愿望 我还有愿望呢 有用吗 我说双C啊 你们俩这样啊 不太好吧 虽然我让大家放松心态 但你们也不至于这样吧 我们现在的首要目标 可是拿全国总冠军啊 对 二位的路还长 拜托各位稍微虔诚一点 真的 我真的不想去做大巴司机 我的愿望呢 就是能够打败YQCB 拿下全国冠军 冲向世界 太好了 美了 为了庆祝一下 我们去吃点肉怎么样 好主意 你还是 你还吃啊 你还不老实点 接下来的不仅仅是全国总决赛 是光鹤影的终极对决 你呀出院以后要好好训练 练好了呢 请你吃蟹黄面 练不好了 茶都没得喝 可以啊 你们两个人一个甜枣一个巴掌 配合挺默契啊 这个叫用心良苦 诶 明神 你许的什么愿 还能是什么呢 肯定是我们顺利拿下YQCB呗 还有一句 CGDX不会在赛场上消失 哥 你怎么又就是重提啊 明神 你也信这个 人吧 有的时候确实需要一些运气 你们已经证明了自己 是世界上最顶尖的职业选手 剩下的就像小瑞说的一样 我们还需要一点点的运气 只要我们一直在一起 我们所有的愿望 都一定会实现的 对 对 来 来 来 VGDX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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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的一方式 这个人啊 就喜欢躲在这儿 所以到时候咱们打的时候 一定得小心 而且这几个世神 我都是看童谣视频练的 教皇回来了 教皇今天怎么抓了这么多啊 了 是不是代表他内心的紧张程度啊 这么多 是要总结下的搜换给粉丝吗 姜黄 我们刚刚研究了ZGDX 所有全国赛的比赛 总结了他们双C的习惯 你要不要来看一下 姜黄 他怎么了 打回来状态就不太对 是啊 闷闷不乐的 那 梁生 我手心出汗 心跳有点快 我这是怎么了 紧张 紧张 很正常 你喝一个可乐 压压惊吧 我打比赛前 从来都不会紧张的 你想想 这马上就是全国总决赛了 而且 还是你和陆思诚的终极对决 我觉得吧 你紧张点是应该的 我今年已经二十六岁了 所以呢 所以呢 所以 来中国前 我并没有把它当成一个真正的战场 我只是想 让我的职业生儿最后一端 过得舒服一点 然后呢 不知道 我认为 你能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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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认为